大家好,欢迎来到开线西游战法频道 美股在昨天出现0.22%的反弹 这里的反弹过程当中我们看到 这波行情对美股来说 首先在7月周旋出现了一波上涨行情 这波上涨行情突破了4次的等位置波峰 这个等位置波峰位于34间点附近 突破之后上涨形成了一个筹码空缺区 在行情当中通过下跌的方式 同时这里面有一个利空 就是美国有加息的一个预期 通过下跌的趋势进行了一次回补 然后反弹上来之后再次下跌进行二次回补 这样的话我们在行情这里面看到了 由波峰连线和波五连线构成的一个收敛三角形 这个收敛三角形正在不断的推向焦点位 预计到达焦点位的时间是9月的中下旬 在焦点位附近更容易发生变盘 那么随着加息预期的减慢 我认为接近焦点的位置上 它是一个下跌收敛三角形 接近焦点的位置上容易出现反弹行情 容易出现上涨行情 鉴于前面行情当中美股突破了一个34000点的波峰的位置 等位置波峰的位置 因此大趋势上是一个上涨趋势 调整只是针对多头形成的一个筹码空缺区进行的一个调整 调整结束之后 我认为美股在更长的一个周期上来看 比如说周线上来看依然处在一个多头的区域上 并且在7月10日的这周走出了一个悟空阳线 然后走八界阳线 八界阳线虽然被消灭掉了 但是趋势仍然在的情况下 后面的行情当中 我认为周线级别的上涨将会在9月 将会在10月份以后的行情当中展开 因此对于美股来说还是有一些乐观的 对于比特币来说 昨天4小时级别这里的1440均线 4小时级别的1440均线 在26500美金构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压力 压力位附近空头做了动作 让比特币重新回到25500美金附近 这个位置上我们看到 25000美金是这轮行情比特币的一个底线 为什么说底线呢 因为这轮行情比特币做的回补动作呢 是在25000美金到28000美金这样的一个区间 回补动作的最初的动能呢 是因为在6月中旬到7月初 比特币有一个28%的上涨幅度 这里28%的急速上涨呢 让比特币在8月份出现了一个快速回落 做出了一个空头方向上 对多头的一个一次回补 然后中间有二次回补 目前呢正在做三次回补 回补结束之后 25000美金不跌破的话 它形成的这个收敛三角形 将会让比特币重新酝酿一个多头行情 如果一旦跌破的话 我们要知道啊 这个25000美金是存在多重支撑线的啊 这个支撑线一旦跌破 比特币向下的空间将被打开 跌不破的话 它会围绕25000到28000这样的区间 做横盘震荡之后 重新酝酿多头 我认为这个位置不太容易跌破 原因是外围市场美股目前走势非常稳定 在9月中旬到10月中旬 比特币就能够看到阶段性的底部之后 多头会重新卷土而来 最近一段时间比较有看点的 包括这两天上的幅度比较大的PERP 这流行情当中我们看到 它做了一轮4小时级别上了吸油 调整之后呢 做了第二轮4小时级别上了吸油 4小时级别上了吸油第二轮当中 包括悟空阳线 八戒阳线 沙僧阳线组合 唐僧阳线 4小时级别上了吸油完成之后 目前正在做的是小二线级别调整 小二线级别调整过程当中 在小二线级别上 我们看到了一个悟空阴线 那么接下来的行情当中有八戒阴线 沙僧阴线 唐僧阴线 一个可能性 那如果经历一轮小一线级别下跌吸油 我们给出的目标点位呢 可能是在0.85美金附近 这个位置上非常靠近小时级别的 1440均线和1690均线 最近几个交易日呢 PERP涨是非常快 我们在行情当中看到了它一根惊人的 我们看到上涨幅度达到了 62.68%的一个悟空阳线 和一个非常接人的八戒阳线 两个大的日线级别阳线走出来之后 目前正在 因为这个两个大的悟空阳线和八戒阳线 是由两轮420均线上涨吸油构成的 因此呢 420均线上涨吸油之后 时间级别调整 方向转变的一个调整正在发生 这个位置是不建议去追的 然后呢 如果能够走出小线级别下跌吸油 到达目标点位0.85附近的这种情况下 是可以介入进场的 同样类似的是 UNFI这楼行情当中非常强势的 几乎是走出了一个 腰壁节奏的这个壁轴 我们看到从低点到高点 它的涨幅达到278% 行情当中呢 走出了连续的两轮的日线级别上涨吸油 其中第二轮日线级别上涨吸油 走到唐僧阳线的这个位置之后 做了快速调整 时间级别调整到小日线级别 可以看到 它就是做出了一个 小日线级别下跌吸油的调整过程 在这里面 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悟空阴线 这里是标准性的悟空阴线 八阶阴线 沙僧阴线组和最终的唐僧阴线组 那么行情走到这个位置上 我们看到小日线级别的 1440均线和1690均线 构成了一定的支撑 那如果能够在反弹过程当中 突破这个支撑和压力位的 转变线的区域的话 这个位置大概在9美金附近 那么对于UNFI还有继续的上涨趋势 这里我们要把时间级别 放大到周线来看 毕竟周线级别上 这个更大的时间级别上 UNFI在上一周的行情当中 走出了一个周线级别的悟空阴线 上方有八阶阴线 沙特阴线 唐僧阴线的一个预期 但是因为涨速过快 涨势过猛 这个位置上 在两楼日线级别上涨休之后 是有必要做出 小时级别到四小时级别 调整过程的 所以谨慎参与这些 腰臂涨得快的 但是参与的时候 要考虑到这个时间级别切换 方向切换 找到合理的节奏跟上 庄稼的节奏 往往才能够在行情当中获利 KCCO战法其实很简单 只有这么几个东西 一个是控制仓位 找到好的位置 把握趋势 最终时间就会给你丰厚的回报 那么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非常感谢大家 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 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 感谢大家 再见